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最近官方是搞了一个十大选手的评选 评选的提名规则是 只要在过去十年中间参加过LPL决赛 或者参加过世界赛 并且至少上过一个小场的选手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能够提名的选手是非常多的 其中就出现了一些很老的选手的名字 如果看LPL比较晚的话 可能都不认识他们 在微博的评选上 现在排名第一的就是一个很意外的名字 他就是西卡 而且是力压了Uzi The Shot的一众明星选手 西卡能上提名 是因为在2013年LPL夏季赛决赛上 他们赢下了黑暗势力OMG 拿下了LPL的第一个夏季赛冠军 当时PE中间的选手也是全部都上了提名 包括上单阿鲁卡 打野进 中单99 下路就是纳美和西卡的组合 不过西卡的赛场生涯不是很长 在2014年中间 他和PE之间是闹出过一次矛盾 PE指责他在队内是消极比赛 而西卡爆料PE是拖欠他工资 和俱乐部之间闹得不是很愉快 在这之后 西卡就直接不打比赛了 是去做了主播 不过 微博这些评选的占比不是很重 职业选手以及业内人士的评价才是大头 今年的十大选手大概率还是那些热门的选手 回到赛场中间 目前在韩服中下路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选择 越来越多的AD选手开始拿出大虫子和小法打下路了 这两个英雄在之前的比赛中间不是特别常见 在之前的13.3版本中间 这两个英雄都有一些些加强 其中大虫子Q的基础伤害 以及一些蓝号降低了 而小法主要是调整了QW的距离 大虫子打下路的优势在于 他现在的蓝号降低 而且被动还能提供不到的回血回蓝 是能够赖得住线的 即使兑现一些非常强势的下路组合 也能够稳得住 小法和大虫子类似 他们最烦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控制 无论是搭配线上的应付 还是配合打野来抓 对面要么交闪要么给命 在上周的赛场中间 这两个英雄也有过几次登场了 相较于在排位中的大火 在比赛中 队伍的选择还是会比较谨慎 其中 幻风在LPL中间 是第一次拿出了大虫子来打京东 他们在下路是用了诺来进行搭配 虽然京东是双A的下路强势对线组合 但只要被诺开到了 配合大虫子的击飞 就是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 只是TT这边上中也崩的有些快 这三个兄弟一共是送出了19个人头 Night作为虐菜小男手 直接搞了一个杀人输 幻风的大虫子 并没有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在LCK中间 古马尤西则是在对阵DX的时候 首先使用了大虫子 Kira拿出赛纳来进行配合 古马尤西在对线上并没有打出什么优势 不过T1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在于 打仰娜对于下路小龙资源的控制 要比北川好太多了 在26分钟就轻松拿下龙魂 TT的上中也是没法和T1的这个上中也相比的 而小法打下路只有林伟祥上桌 在对阵RE的时候使用过 辅助搭配的是泰坦 这种带有稳定控制的辅助 在对线上同样是和小法打出了一些击杀 而且在前期的团战中间 小法的E技能非常容易限制RE的走位 林伟祥就放放技能轻松的砍下了4杀 现在很多的AD选手都开始在尝试练这两个英雄了 作为英雄池的一个补戳 古蛮UC在SYHO采访中间更是表示过 自己准备了大概30个非常规的AD选择 这种英雄池会让对手非常头疼 很难去进行针对 涛博在上周是LPL的最大输家 他们竟忙着在道歉了 涛博这个队伍有一个让人很纠结的问题 你说他BP有问题吗 打NG的首局比赛 拿出赛恩 瑞兹和破克流的维鲁斯 完全没把NG当回事 结果前面崩盘之后 整局比赛找不到什么机会 拖也拖不太下去 那你说全是BP的问题吗 好像也不是 随后涛博调整了阵容 线上就能够打出队形的单上 小龙也空了三条在手 怎么看都是要赢的局面 但是几个选手总是在配合上有问题 和NG的第二局比赛 打野明明都死了 几个残血的兄弟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还在那里浪 结果被人家NG抓住一波机会 把大龙给吃了下来 拿龙后的小龙团 瑕士直接阿闪进场 杀敌八百 自损一千 你要说这全是教练的责任 好像也不太对 输给了NG之后 涛博的几个选手全部都是站了出来 罕见的都在微博上发声 站出来承担了责任 但是一般出现这种情况 都是在赛季结束的时候 大家才会出来总结 而这个总结本身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随后对阵老干爹 涛博几个选手的状态非常糟糕 虽然杰克拉夫在赛前也说了 现在队伍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失误 但涛博这个失误就是控制不了 而且是越来越离谱 好老干爹的第二局比赛 涛博一度是取得了比之前打NG更大的优势 经济差距来到了9000 结果 刑事如可以在上了一波单带 被纳尔完成了单杀 断了一波推进以及小龙的节奏 32分钟 涛博的中野又是想要越高地塔 击杀一个有精神的阿卡利 结果被老干爹抓住机会反打 后续就要追击中间 泽力砍下一个三杀 就是在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涛博整个队伍感觉就已经慌了 他们感受到这个局面好像有些不对劲了 然后就突然不敢和老干爹打了 龙魂团上 晴天的鳄鱼在后面是放了一个空档 龙魂被老干爹给轻松拿下 老干爹转身打大龙 涛博直接选择放弃 让Rookie一个人去下路偷了一个水晶 老干爹携大龙抱团推进 涛博的选择是让永恩去换 结果什么都没给防住 三路高地全部被迫 你要说涛博很差吗 比赛中间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能打出很大优势 但就是执行力 纪律性不行 由于这场输给老干爹输的实在是太难看 白色月牙终于是顶不住了 在这之后直接申请了休息 言辞中只用了休息而不是解约 那么也就是之后还有可能会重回涛博 值得一说的是 这已经是白色月牙第三次离开涛博了 他是在2016年加入的弹战队 是带弹打入了LPL 在2017年第一次离队去了FUNPLUS 2018年涛博成立的时候重新回来 2010年因为世界赛成绩比较差 第二次离队 结果过了半年就重回涛博 看到白色月牙离队之后 反应最大的除了涛博的粉丝之外 就是WBG的粉丝了 因为在上周WBG的情况也没有比涛博好多少 是接连输给了EDG和RNG 尤其是输给RNG的这场比赛 让WBG脸面上有些挂不住 在赛前 WBG是送出了极具攻击性的海报 画力画外暗示RNG是黑点 但是在比赛中间还是实力说谎 甘拉在首场比赛中就像回到了两年前一样 而且这场比赛的阵容也很RNG 卡莎泰坦的下路组合 打野给小薇拿到了破败王 这些都是RNG曾经最擅长的东西 甘拉的卡莎在比赛最后时刻 也再次砍下了一个武杀 虽然随后小虎一场新的拉 帮助WBG挽回了局面 但是在决胜局中 小薇面对KASA是打出了对位压制 KASA拿到了弗耶哥这个英雄 但是他自己还是更擅长一些节奏型的打野 决胜局上 他在前面虽然拿到了两个人头 但是节奏完全是被小薇拿捏的 Angelo在比赛中也是有账要算 在转回期 他和WBG闹得不是很愉快 本来一跺都是要留队了 结果在最后时刻突然要重组 搞得他差点没有队伍可去 这一次Angelo终于是等到了复仇的机会 看着比赛要结束了 Angelo很急 在门牙塔都还没有推掉的时候 就站在泉水面前待命了 看得出来非常想要证明自己 而在Angelo赢下WBG之后 去年在WBG中间待过的选手 在新赛季全部完成了对劳动家的复仇 其中包括辅助Aung的BLG 幻风所在的TT 以及Angelo所在的Angelo 只有索粉 因为目前还处于待业的状态 并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看着隔壁涛博要换教练了 这边Eason Ho的压力骤增 但这种队伍如果不能取得好的成绩的话 他在WBG中间待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看一下API其他战断的情况 NIP在换人这条路上一路狂奔 在Rich离队之后 他们在打野上又进行了补充 之前在老干爹效力过的自由人Shadow正式加盟 但很久没打比赛了 Shadow在自己回国的首秀上 表现的不是很理想 在和BLG的第二局比赛中间 NIP打出了极其搞笑的一场比赛 在游戏中一度经济也是领先到了7000 无限大的优势 结果G2连赛的使我将胜利拱手让人 BLG完成了一天的翻盘 在打野这个位置上 吓到想要挤掉小龙宝的位置 看起来不是很容易 UB今年在迎来了能力和宝兰的回归之后 现在整个状况很串 三顺九负位列倒数第三不说 把几个选手的心气都给打没了 上周对战WE居然是被WE给血虐了 您在两场比赛中间争亡14次 一次击杀都没有 在赛后采访 感觉整个人心态都有些炸了 UB这边也做出了人员来调转 在中路焦太郎弗吉加盟 弗吉之前在埃及待过一段时间 也和林以及宝兰搭档过 不知道他的到来能不能唤醒林之前的一些记忆 B2G在上周也有人员变化 绿毛关宣言加盟 在过了一年之后 他就和牙膏再次重逢 绿毛一来 昂昂感觉整个人都老实了不少 毕竟一不小心就要去打替补了 B2G在上一周是取得的两场胜利 只要几个选手正常发挥 这个队伍还是非常强的 其中还赢下了安吉 稳住了自己的旧赛形势 LCK的倒数第二周 T网迎来了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 他们第二回合对阵韩华 在之前他们唯一输的一场比赛 就是输给了韩华 所以虽然之前T网有很多奇招 但在这场比赛中间 他们打得非常认真 但首居比赛 韩华就展示了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首轮击败T网 这场比赛看着是一场T网轻松的碾压局 在前面T网该拿的资源也拿了 经济也领先了对手5000 只要慢慢运营下去 韩华很难有什么翻身的可能 不过在比赛这30分钟 韩华做出了一波非常漂亮的决策 T网在此时想要拿小龙 但又想去控住大龙的视野 所以就让古曼UC的卢西安 在下面一个人单挑 而Z卡的盐阙 在中路养装要去龙区看一看 古曼UC是主动拉掉了小龙 Faker直接交出传送 确保队伍可以拿下龙魂 但Faker一走 Z卡果断回头 韩华开打大龙 一波掉虎离山是玩的飞起 韩华最终也是抓住了这个男的的机会 并且在团战中 Kinggan找到了T网的下落双人组 韩华团战大胜 一举扭转了前期的不利局面 在后面的远古龙团上 韩华的上野也是先后站了出来 Kinggan带走了打野芒森 让队伍稳稳的拿下远古龙 而T网随后想要去交换大龙 但可以的一个闪现成绩 直接抢掉了这个大龙 韩华在首局完成了非常精彩的翻盘 不过非常可惜 这种翻盘局不是把把都能打出来的 T网整体实力保证了他们在前中期 一个获取经济的能力 第二局T网主攻下落 多次干客是把韩华的下落给抓崩了 而第三局就纯粹是双方中野的差距 而呢 既出梦魇和Faker之间的配合 节奏非常窒息 韩华还是没能先翻T网 这样T网在迎下韩华之后 由于常规赛只剩最后一周了 他们已经是锁定了常规赛的冠军 会直接晋级到半决赛中间 间接在上一周是再次翻车 击败他们的是KDF 不得不说啊 在7max的麾下 他的这些选手 创造力还是很强的 KDF的中单选手BDog 在今年的LCK中间首先拿出了中单安妮 也首先使用了成作之后的龙王 是今年LCK中单选手中间 英雄池最广的选手 KDF和兼击的决胜局中 他再次使用龙王对阵 敲尾的小法 而兼击的选手 明显对于龙王的出现准备有些不足 这场比赛 小花生是再次成为了队伍势力的关键 在最后的远古龙团上 他应该打也不去准备惩戒龙 突然犯病 要去踢脚龙坑外面的EZ 结果血量很低的远古龙没人管 被对面的辅助艾希给拿下了 兼击其他选手看到这人都傻了 本来大家血量都不是很好 现在远古龙被对手给抢了 被一个一个接着斩杀 拿下了龙魂的他们 比赛最后还是给输了 LCK在上一周 决出了最后的一个就赛名额 LSP成功晋级 最后一周的比赛 则将决定旧赛的一个对抗形式 LCK的旧赛 也将于3月22号正式开始 LEC在上一周 是已经进入春季赛的赛程了 本次春季赛的进步战 是Fanantic对准XL 上一期的内容中间 给大家说过了 Fanantic在间歇期的一个调整 他们的新上单和辅助 都是来自自己二队 由于还不是一个很大的转会期 所以他们的调整非常有限 在春季赛第一周的比赛中 也证明了这一点 首场比赛 上单Oscar就沦为了突破口 整场比赛不是被单杀 就是团战开始前辈秒 只贡献了0-4-0的成绩单 自己的LEC首秀 非常的糟糕 就这个表现来说 还不如Wonder 其他队伍在打Fanantic的时候 也是抓住了这一点 不断来上路军训这个 没有什么经验的小伙子 Fanantic上路这条线根本顶不住 对线打不过 团战没作用 Fanantic搞的都不会打游戏了 而下路的Rickles和自己的新搭档 也没有好太多 两个人的配合决策 也有很大的问题 Fanantic第一周打完 再一次是三场全败 和Yankos所在的TH并列倒数第一 这只昔日豪门 现在沉沦的厉害 这个样子的队伍 是肯定没有办法去争贯的 这春季赛才刚刚开始 他们应该就可以考虑一下 接下来的转会期 要怎么办了 Fanantic的影员算是比较失败的 而VIT的影员效果立竿见影 Upseat对于加盟VIT也很有自信 至少不会比自己的前任更差了 Upseat来到VIT的首场比赛 就展现了自己的能力 下路对线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在他加入之后 VIT真正展示了什么才叫四合战队 首秀对战MAD把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好像一回到BOE上 VIT就又有一些无敌的状态了 在第一周 VIT是狂决阅对手 无论是MAD还是XL还是Fanantic 三个对手没有一个能在VIT身上 拿下超过四个人头的 而Upseat加盟之后 更是爽得飞起 不过VIT在冬季赛的开始 也是这个样子的 对于他们来说 之后的BO3和BO5 才是真正的考验 G2在拿下了冬季赛的冠军之后 整个队伍感觉都有些飘 在第一周 他们就尝到了失忆的滋味 Caps在这场比赛中间 是化身多音笔 搞了一个中单石头人 结果被对面中单刀妹给打傻了 整场比赛被压了100多刀 最终G2是输给了AST 最后就简单看一下LCS的情况了 LCS只剩下最后一周 目前C9,1G和Fly 是已经锁定了季后赛的名额 MT和DG 则确定无缘就赛了 好的我是冬冬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 关注支持我一下 再次感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一周再见 拜拜